這個就是 以前他們都是這樣幹的 所以都想別人是這樣幹的 實在是不太糟糕了 那你有這樣幹嗎 沒有 這個其實我剛才來我看了一下資料 那個發衛公司總經理 他之前有來找 他說他胸部開過刀 他想提早退休 那時候剛才講說 你這看起來還好 還可以撐很久 他說他壓力太大 隨便你 市長 昨天姚立民在節目上說 如果2018民黨派賴清德出來的話 你的得票數大概不會到十萬票 差不多 差不多 為什麼會覺得差不多 差不多 唉呦 我告訴他這個 我有隨便人說 你聽聽就好了 那所以你真的覺得如果賴清德出來的話 你的票會到不到十萬這麼低 這不到十萬耶 他有可能吸走這麼多票嗎 我不曉得 他有他的看法 聽聽就好 那你覺得姚老師的這番說法 因為他曾經是幫你打選戰的人 他這樣說會不會很傷 不會 我再找個時間再跟他 跟他再打聽一下細節 會不會擔心你之前那個去講話 會影響到你跟民黨合作 不要再有 我覺得奇怪 我的態度是說 怎麼做讓大家可以團結一點 和諧一點 這樣而已嗎 大家要不要邀籤貼來貼去 可以說你的去講話 有個藍綠不討好 可能連白票都會流失 不好意思說 當甘地當然還被槍殺 你有氣嗎 所以你同意嗎 不是啦 唉呦 還算啦 這個跳過去 那你覺得你講那些去講話的話 這樣子 奇怪 你應該是看他還原 我是說 我說你在搞去講話 也沒有解決台灣的問題 我只要這樣講 你就開始貼標籤 我受不了 但是你這樣會擔心 就是你藍綠這邊都占不到便宜嗎 那就算了 這個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姚老師講那個不到十萬票 你會不會跟他講 就是覺得你怎麼會這麼不看好 不會啦 這個離選舉還那麼久 我不要緊張 軍績瞬息萬變 你會不會覺得他把這個定得太低了 十萬票 你當初是拿85萬票 80萬 他講10萬 他也是有前提的 OK 好 謝謝